台湾女子天团SHE成员Ella陈佳化 4月生下儿子净饱后 星期一首次与大马级丈夫赖思祥 带着孩子回马六甲夫家祭祖 生产后的Ella快速瘦身 来到马来西亚当然要品尝本地果王果后 榴莲和山族 还开玩笑说要吃榴莲吃到流鼻血 作为国际巨星吃榴莲也不能松懈 绝对要用最时尚的方式展现大咖风范 网友留言说好险进宝现在已经不喝母乳 不然会喝到榴莲口味 Ella放话说下次要配合马六甲文化 穿上娘惹传统服饰吃娘惹膏 不过Ella这次来马可不是单纯回婆家摆pose 而是来录制中国制作的真人秀 带着音乐去旅行 作为产后付出后的第一炮综艺演出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